给您的精彩 您现在收看的是2015暴雪加量化开赛 周星际争霸24255WCS16进8的比赛 我是今天解说的玛丽奇小仙 大家好我是小色 大家好我是91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上半场的一个四个场的BO5啊 其中的话第一场开赛就有一个小hero要出现 不过刚刚之前911哥已经实力预测了 他觉得第一场的话小hero还是比较稳定应该可以赢的 对因为毕竟他是WCS的那个积分榜的一个第一名 然后打一个副加赛出来的选手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是 对这边好像画面当中已经是已经开始了啊 已经开始了 这一次WCS也是我们好像第一次正式坐在解说台上来解说这个WCS 以前都是在家里面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转播啊 也是感谢现在还在电脑前苦苦等候的观众朋友们啊 也是给大家先说一声抱歉 因为之前的新闻出来是晚上1点钟开始 但是由于今天晚上是这个美国时间换那个夏令时 刚好是今天晚上换多了一个小时 所以说直接导致我们今天的比赛是推迟了一个小时进行 这个时间就大家算错了 所有人都计算错时间的 这个东西也是很正常的东西 对我跟911其实是早今天11点半左右就已经到公司了 然后我们说怎么还不开始啊 你看时间11点 1点了怎么还没来 然后这个时候工作人员 网易的工作人员过来跟我们说 因为推迟了一个小时啊 你看别人解说多休闲 关键是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是中午还是下午吗 他们应该是早上吧 上午上午上午 上午刚开始顶多12点他们应该是 还比较早这个时候 他们 哦不对 我们两点他们应该是下午1点 吃了个午饭开始 Zelit One现在好像已经开始转座解说了呀 也应该 应该这次他们的请的人啊 应该还是每一次请人 我觉得都会请一个比如说一个职业选手作为一个分析的一个嘉宾 然后几位就是过来扯淡的 你看另外三个就扯淡 你要看Zelit One这种穿个西装过来 就感觉有点范儿 主要主要是那个TOD这一次是去解说风暴了 风暴了 TOD去解说风暴 还比较多啊选手 瓜比 这一次比赛 我们过一会再来分析一下小黑肉和Fantasy的比赛吧 因为第一场比赛我们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赛 这个应该他们在介绍 介绍一下这个他们的赛制什么的 就介绍一下WCS的整体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赛制 对吧 你只要在主要的一个联赛当中 三大赛区里面拿到WCS的积分 包括一些他们暴雪认证的一个WCS的积分 都可以最终严重来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这个 这次的Blaid Con应该是从群之心的最后一个比赛 嗯 之后就全部要打虚空了 对 谁能拿到末代皇帝这个称号 之前不是说了吗 就是觉得Parting跟Life这两只机是肯定没有可能的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哈哈哈哈 Parting肯定不可能的 嗯 我赌十顿之功吧 不可能爬起 哈哈哈哈哈哈 这种每天每天在斗鱼 九十肉鱼 成绩九十肉鱼子中怎么可能拿到冠鱼 嗯 他也是闭关了两周啊 嗯 人家已经闭关两个月了好不好 对 今天我是满期的太子给我们带来精妙的战术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研究型的这种 对 其实今天来的十六位选手 哦 据我观察的话 应该只有那个Liubo应该是没有准备太多的比赛期 其他的选手好像没怎么打虚空 全部在练 基本上都在打重新 全部在练重新 特别是在韩服的时候 比如说我上线 嗯 在线的几个人啊 马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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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Live 还有 Zest 这几个人是一直在线的 就在韩服的重新的上面 一直在打重新 对 因为他们之前好像就是不是GSL什么什么什么全部都是重新嘛 都也没有转 嗯 只有那个Liubo好像打虚空 Liubo虚空打的有点多 打的有点多 他虚空打的有点多 不不 parting打的其实也有点多 对对对 不过parting他打虚空也是打着完 但最近你发现最近一个星期parting基本上没打虚空 对对对 最近一个星期好像全部在打这个比赛 这边还在介绍一下赛制啊 这个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 这一次的比赛也是25万美金的总奖金 应该第一名是10万美金 嗯 每年都是这样的 有几次之前的比赛也是让狗哥 得到了钱欧钱的一个称号 之前的IEM嘛 不是IEM也拿了一次 然后WCC也拿了一次 IEM那次是最刻骨的 因为第二名是没钱的 那次最惨的就是小黑儿 天堂和地狱好吗 就是小黑儿吗 对 那回到今天的比赛当中啊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小黑儿其实是这一次 整个年度的WCS积分的第一名 第一名他一共积到了7000多分 7000多分 这可能也是历史最高的一次WCS的一个积分的 而小黑儿的整个赛季生涯的话 是有62.75%的一个胜率 然后他打人族的胜率是63.86% 排在他的所有对抗里面 应该是排在第二位 然后他最强的对抗是PPZ 有68.32%的一个胜率 已经非常高了 接近70% 但是最近的话 我查了一下小黑儿最近的一个成绩啊 成绩就是打人族的最近的十场比赛 其实 像说状态非常差 最近的三场比赛是连续输给了马入 输给了全太阳和Reality 特别是在一个比赛当中是1比3输给了真实大帝 真实大帝大家应该比较了解 他的TVP其实在韩国不算是最顶级的人族选手 而且真实大帝他的转型虚空也很早 其实这个我们看得出来 小黑儿应该是在8月份 7月份到8月份的时候成绩还不错 他的PVT的成绩是一度压倒了Innovation压倒了马入 包括Gumiho这样的选手都被他打败了 但是到了9月和10月的时候 思误他的打人族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的好 小黑儿为什么成绩高呢 是因为他最近拿了几个比较关键的韩国赛区的一个冠军 一个是Caspard杯的一个冠军 还有一个是那个SSL的冠军 第三赛季的冠军 但是这两次冠军其实都不是靠PVT拿的 都是靠PVZ拿的 对吧 都是靠PVZ拿的 而小黑儿有一次比赛 我记得是Caspard杯的比赛还是GISO的比赛 是半决赛是直接0比4输给了Dream 直接被打爆了 所以说他的PVT好像似乎不是很稳定 而范太子这边反观他的对手范太子 我们说他其实是一个 今年他跑去海外打了 对吧 今年跑去海外 范太子不在Caspard的就是韩国的联赛体系当中 虽然范太子也在打那个 什么GSL啊 这样的一些比赛 但是成绩并不算很出色吧 我觉得范太子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对抗里面 最差的就是TVP 所以911上来说 小黑儿应该要赢范太子 按理性分析应该是这样的 关键是 关键是他的这个整个PVT 今年我们看一下数据上来说的话 他的PVT 其实他赢的都是一些欧洲选手 很少赢韩国选手 对 所以这个在欧洲和韩国 这个之间啊 他还是有一点就是区别 对 有区别的这个东西 对 他最近赢的选手里面 我们看到韩国选手好像 没有在韩国本土的选手 他最近十场比赛里面 唯一输的 打韩国本土的选手 就打了一场亲本 还输了1比2 对 输给了第二 然后剩下的赢的选手都是 比如说六波他赢的比较多 然后那个Patience3比2 赢过一次 然后3比0赢了一次3 但这些选手好像 并不能代表 并不能代表韩国选手的一个水平 特别小黑儿的水平 所以我们在分析范太子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是要看到 今天赛前的准备 对 他其实打进了那个 种族赛之后 其实他一直是很有时间去准备的 而且他本来就是 从新机的时候就开始 就比较适合去研究 因为他是从SKT1战队出来的 这个战队的所有人主选手 都比较善于研究 本身就是打战术的嘛 对 说白了 他就是个打战术的 这种恶心的地形是吧 对 然后妖娇的卡位 花式的空头 我觉得就是范太子今天能不能赢 最大的关键就是 他的节奏打的 能不能打出来 他 之前我记得范太子有几次让我们感觉 比较吃惊的一个表现 就是有一次跟Duck打TVZ 虽然他输了 但是也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也赢了一次Duck 我记得是九阳好像跟我们一起转播的 就是打那个大雨神 有一次 范太子像超神一般 直接三比零零封大雨神 对对对 当时大雨神的状态也是很好 刚拿下了韩国冠军 然后被范太子打爆了 我们当时都看不懂了这个比赛 结果其实你仔细想想 大雨神的风格可能是有点被范太子克 有点可能啊 大雨神现在是在做什么 大雨神也是在海外的一个战队效力 但是他跟范太子有点像 他没有拿到海外的一个签证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去海外打WCS 他只能在韩国打GSO 但是大雨神接受拿冠军的 所以说他的实力其实还是很强的 这一次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 而且我感觉大雨神出去了 出去了之后才再回来拿冠军 这个是最努力的 对 一般来说韩国先生出去以后实力都会下跌 但是有几个人啊 一个趴挺一个大雨神 他们都还是在离开之后打得非常的好 你不要再买趴挺了 趴挺现在就是击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出去了之后 还是有一些成绩表现的 但是这个总体上 我们所有的舆论上面说他们都是回光返照 就返照一下然后就没了 今天反正我是蛮期待范太子拿出他的研究出来的战术 对对对 这个比赛因为是一个波舞的比赛所以说 肯定有战术的 肯定有战术肯定有战术 但是我总觉得有一点 就是范太子有点 打小黑儿有点吃亏的地方 就是范太子想打节奏双线 小黑儿最强的就是多线 对吧 又妖娆这个操作又好 关键是小黑儿这个追劣操作不比趴近要差 对 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今天好像风格上范太子也有点被克 我们看到就画面当中就是各项 这次参加的比赛选手都在全世界的一些表现 今年2015年的一些表现 范太子我看了一下他其实在重大的比赛当中 基本上都是三四名或者五到八名 八强的一个选手 很少有看到范太子能够在重大的比赛当中 进入到决赛或者拿冠军 他拿到的一些冠军都是很小型的一个 比如说什么GoFSCL 这种小型的一个欧洲比赛 一旦进入到比如说IEM或者说SSL GSO的时候 他好像也只能在 GSO他勉强是一个S级选手 然后SSL嘛能够进个16强就差不多了 嗯 太子今年能够进总决赛也是有点坎坷 对对对 最后打了个加赛 机械化耗死了黑儿 黑儿我觉得才是最悲剧的 黑儿是悲剧的 他在前面那段时间各种参加小比赛 连这种300分的比赛他都不放过 黑儿绝对是今年最劳魔的一位选手 这个什么比赛 台湾的300分的比赛他跑去打了 然后后面又去抢了一个什么GIFT的比赛 什么Jim Hacker也去抢 对吧 就Jim Hacker也没 反正他当时就算着自己一定要进八强或进进四强 然后最后抢到最后 他拿到一个加赛的成绩 加赛 然后出来 不过我们当时加赛的时候 自己都是看好他能够打赢范带子的 对 其实范带子当时我们觉得他有可能打不过KL 结果没想到范带子寄出了机械化这样无耻的战属 哈 In Korea the legendary Terran player Innovation 这个有些比赛你应该是过去看的 对这一场我在现场的 嗨不嗨我就 嗨 人多不多 超级多 就是我去到我 这不是看得到吗 当时他是下午三点开始 然后有朋友过去下午一点钟就去排队就已经没位置了 然后我是偷偷过去 然后假装说我能不能插个队什么什么的 跟那边商量一下 然后他们把我带进去做到第一排的那个教练旁边去做个特别位置 你这对你差的有点厉害 哈哈哈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出卖的色相 出卖色相真的太过分了 我说各种卖萌可可想 卖萌就不是出卖色相了 一样的呀 就提前 提前的时候跟那边那个JSL的一个解说 Facebook上问了一句 那你可以不用排队先进来 就这样就进去了 女的介绍 然后我去JSL上面那个解说我去问一下 他肯定跟我说滚你谁呀 你也可以的呀 你肯定可以的呀 我怎么可以呀 你过去跟他说你让不让我进去 不让我进去你这辈子就完了 哈哈哈 我要祝福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如果我去Facebook跟他留个言的话 比如说 比如说我跟他留个言 我说 我说我也想进去 让他看看我 他看看我说 长那么丑你谁呀 哈哈哈 也不会的呀 我告诉你 你现在想想 主要你在微博上有一个观众 然后头像是个男的 一个男的头像 长得并不好看 比如像我 你又不认识他 跟你留了一个私信 嗯 九一哥哥今天我想进WCS的现场 你先过来 你能带带我吗 你先过来让我看看你长相呀 不 有照片的 就我的照片 我 咸鲜鱼青菜 给我说 我觉得你很帅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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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说不清楚的呀 这种 原来你是这种口味啊 我只这么说 这个世界上 无奇不有 对吧 有可能 今天我撞到大运呢 撞到一个 你比较欣赏 我的这种口味的 或者说 有可能你跑过来 我看 你照片发过来看 我靠这个人好像 好像我以前的好兄弟啊 妈的这个忙 我一定要帮 啊 这种也有机会 是这样想想 哈哈 哈哈 这种事情都有可能 没有绝对的事情 难怪今天你约我 到你房间睡觉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我感觉有点惊险 哈哈哈 但你回家睡呢 说是真的有点远 所以说就就在我房间睡一会儿 哈哈哈 哈哈哈 挺好的 好 今天我们看到这是年度的 WCS一个积分啊 第一名小黑尔达到了7900分 这个分数真的是 我估计前五古人后五来者 也有点难啊 这个技术 嗯 完全没想到他可以拿到 这么高的技术 对他拿了几个很重要的冠军 他比太子要高一倍多 嗯 他至少有两个S级别的冠军在手 为什么PARTIN也可以排到第三 他的技术 因为PARTIN在上半年 PARTIN拿到了太多的海外比赛的冠军 嗯 上半年他拿了很多比赛 而马上 马上在 这次WCS结束之后 新的这个WCS积分也是 要出来了 嗯 新的积分 第一个比赛就是Dream Hacker 而Dream Hacker 这一次也是奖金非常的高 好像第一名是25000美金 所以很多的选手都现在拼命在打 但是欧洲人呢 做了一件很 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他们分了很多很多的赛区 然后封锁了国籍 然后只发了四张外卡 也就是说韩国人最多最多就只有四个人过去 那大部分是 还好有个六波能够出来 不然的话 但是打虚空啊 这个真的不好说啊 我觉得Dream Hacker如果到下一个赛去打虚空 他们就发了四张外卡 然后Dream Hacker下几赛 我看了一下中国选手 其实是之前 有一波中国选手去报名了那个美洲赛区 因为平时我们都打美洲区嘛 对的 去报名了 然后过去了之后别人一查国际 全部全部砍掉了 大概有十几个中国选手全部被砍掉了 所以让他们全部回去打外卡 在外卡我想想 除了中国选手就是韩国选手 我觉得这个有点小呀 对 去我 你不要想着出现是吧 你想着去重在参与的心态 去看一下对手实力的话 我觉得可以打 嗯 我其实也建议各位可以 就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中国选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Dream Hacker 马上要开始的一个比赛 在11月20几号就可以打了 就是是在那个瑞典打了 已经开战了 所以说我估计他们这次外卡 应该是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就要开始 11月10号之后肯定会打外卡 今天对阵表 今天的对阵表我们也是 我们三位是给大家带来上半场的一个解说 就是前面四场的一个比赛 然后后面是 应该是早上8点钟之后了 8点钟之后的话 应该是笨哥 麦老爷和Nozong 给大家带来后面四场比赛的一个解说 那今天我们是要 一共要带来8个BO5的一个比赛 然后到8场的时候的话 我们是要移试到11月7号8号的凌晨 才能给大家带来比赛了 因为11月7号8号是暴雪将将花正式的一个开幕 对 现在只是一个开赛之后 他们现在其实都不在那个安南海姆 对 他们是在一个演播室里面 是的 这个是那个opening week 就是他们是在美国暴雪跟YESO合作的一个演播室 在那个什么博班克 反正就每年那个WCS好像也在这边打 对 WCS就在那边 也在这边打 那个场地还是不错的 其实他们这个场地我觉得也不大 也不大 这个场地 我看一下他们选手的那个训练室 就是他们拍过来照片 训练室还蛮大的 就搭了一个很 训练室他们是专门租了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训练室 好像所有的选手都在这里 因为选手在这里要待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吧 对 你肯定要给他提供训练的地方 关键是暴雪在这一块上还是财大起初的 这个 钱到位 人到位 是这样的 我记得其实一二年的时候 因为那一年没有办暴雪嘉年华 一二年是把BWC直接搬到中国来做的 那次我们是看到了 也是在酒店里面 我就是看到了BWC的一个 就是这种规格吧 接待规格 当时是我觉得 我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赛接待规格那么高 当时我还是选手呢 住的 干嘛 你不是选手吗 我不是选手呢 亚洲区不是选手呢 亚洲区的接待规格 能跟世界区的接待规格比吗 我谈的是世界区 好好好 不要再说 世界区只有一位中国选手叫康姆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哈哈 你没餐 你没住过那个酒店 不要再吹了 没有没有没有 五星期吗 说 我的意思是 亚洲去的接待规格都那么高 已经很高了吗 已经很高了 你要让我告诉你世界区的接待规格吗 你应该没去了解 你说呀 世界区的接待规格是这样的 他们五星期酒店每个人都住的是一个套房 单间套房 然后每个人都配了一个翻译 每个人一个人翻译 一共来了32个人还是16个人 我忘记了 每个人配了一个翻译 然后随时随地有一个人跟在旁边 就是比如说这个人说 我饿了我要喝水 那水就送过来了 马上水就送过来了 我渴了我要喝水 然后喝过来水太凉了 他马上给你换个热的水 24小时全程保姆服务 然后比如说那个Grabby当时也在打的 有很多选手比如说Grabby说我想去训练 这个时候他马上去叫个车过来 把他送到了一个 当时就是那个 我家旁边那个网吧新开的那个你知道吗 那个整个网吧全部包下来 作为他们的训练室 整个网吧新开的一个很高档的网吧 然后全部他们坐进去 然后Grabby是三点钟的时候他说我想训练 然后马上叫个车就过来在这里训练 训练了一个小时瓜 比如说打累了我要回去 马上一个车就把他送回去 我知待遇太好了 我记得亚洲去其实规格已经是蛮高了 他们在一个五星级酒店 还是五星级酒店 然后租了这样一个会议室这样的一个地方 让你们在那里训练 然后把所有的什么凳子什么椅子都搬出去 然后腾出一块地方来训练 就是光是训练 当时主要是还有还有很多我觉得规格很高的地方 比如说我到我到现场去看比赛了 现场看比赛 进进整个现场 因为平时我们去很多比赛展会你都去过的嘛 然后其他的比赛你是不是感觉旁边你还是看得到线啊什么 对对对 就这样的 然后我们进暴雪的场馆是看不到线的 没有任何一根线 他的线要么是从天上过的 要么是从地下埋的 对啊 就是没有任何一根线 你就感觉整个场地非常的干净 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的那个场地 比如说舞台 舞台 我像平时我们搭舞台你都知道 你正面搭舞台 你跑到五个 后面其实很多线 后面你看到很多线很多架子很多什么东西 然后暴雪的舞台我还专门跑到后面去看了半天 他后面也要包起来了 后面他全部都包起来了 然后你根本就感觉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还在问那个暴雪的工作人员 我说 哎我说你们背后包来干嘛了 这不浪费钱吗 他说 是啊如果不包起来 万一你在后面拍张照片发出去了 我们暴雪的脸不就丢光了吗 做的也没有道理 然后我说 我果然不差钱有点韧心 我这样和暴雪脸面比起来是感觉的钱不算什么呀 反正就是当时整个感觉就是 参加类似BWC就感觉规格非常的高 我觉得这个暴雪加将话其实每年在美国应该他们都是按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做这样的一个 但不是听说这一次他们住的是儒家吗 是吗 那么惨吗 应该不会吧 没有没有没有 可能到 他那边蛮好的一个套房里面还有厨房来着 因为暴雪加 儒家有这样的套房吗 就是有点那种家庭式的那种酒店 也是一人一个房间 然后里面有厨房 然后有什么其他 安娜海姆本来就是个小镇 对是个小镇 哦 没去过 也可能没有五星级酒店也说不定 我没去过美国 你们不要告诉我这件事情 我也没去过安娜海姆 我知道安娜海姆是个小镇 我们看一下这是太子 这个胜率摆上去感觉还可以啊 还可以还可以 太子的整个职业生达胜率其实也挺高的 百分之五十八点八六 但是我估计在欧洲刷了不少 主要是他都是打欧洲选手 这个都是说不清楚的 这个实力等级要打个折扣了 对 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太子 其实欧洲选手大概积分吧 他们其实欧美有一个积分的 欧洲选手大概减个几百分啊 减个两三百分 就差不多是他们真实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地图啊 小黑友搬了一个月光狂乱 对 然后改造星球 泛太子搬的梗 太子搬的改造星球 然后第一张地图是钢铁 钢铁都市 然后第二张是柯达 第三张是桥头阵地 第四张 现在让峡谷 第五张是 这个叫什么来着 叫火线 火线终点吗 火线终点对 这张图其实双方都不想打 对 第五张图实在是太奇葩了 不想打 从这个选图来看的话 我觉得太子还是想 好像还是想打中期打后期的 太子的风格其实一直是 我觉得在TVP里面 算比较流行的一种风格 就大规模空头嘛 太子非常喜欢在多线牵扯的时候 突然哪一个大规模空头 第一张地图 钢铁堡垒 我们看一下 TVP差不多 差不多 8075差不多 差不多 这张地图还是一张 其实你说ZVP在这张地图上 竟然是133比130 你不觉得都差不多吗 TVJ也差不多呀 这图很平衡 其实这个图 对 其实在很多的选手 打下来都觉得ZVP好打 对吧 可能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统计 不只是 我估计这个是WCS的 比赛的一个统计 要不然的话 这个胜率比出来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没那么平衡 因为所有韩国选手都说 这张地图ZVP好打 其实今年的WCS 我觉得对于 对于那个重组选手来说 还是蛮好打的 他有一张 桥头阵地 有一张 仙人掌峡谷 还有一张钢铁堡垒 对 唯一难打的月光狂热 直接就搬掉就好了 对你可以搬地图的嘛 就 你说火线终点这种地图 也是拼一枪的战术 对吧 那其实对范太子来说也是好事 就可以准备战术 对 可能我觉得范太子 第一盘 第一盘在这张地图上 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用什么 关键是范太子 能不能够看到 哦 青色都是开往Hero 哎呀我招不住了 这些欧北角色太盲目了 太盲目了 你不是也预测了Hero吗 我预测是 分析的很合理 因为别人没分析啊 这几个人吹了那么久 哎 为什么Tord一个解说 现在去解说风暴的 也要来也要来参与分析一下 这种 实在是没人的吗 应该是Tord应该是那种 什么游戏他都打 然后他都打的还可以 像Grabby不是也去解说风暴的吗 是啊 就我的感觉就是 Tord在上面有点突兀一下 其实Tord的游戏天赋还挺高的 毕竟也是在星际和魔兽都是成绩不错的一位选手 小Hero有个姐姐长得跟她一模一样 是吗 每次比赛她姐会跟她一起去 然后你一眼就能认出这一定是小Hero的姐姐 飘不飘了 跟她长得一样 跟她长得一样 她作为男的还蛮帅的 蛮妖娆的我告诉你 那也就是说这个女的长得也不错了 五官也算比较精确 还可以的 那动没动过刀呢 这就我怎么知道了 关键是 你其实长得跟她一样的话 其实你如果说没有她这个人 其实你看着可能还蛮顺的 但是你知道有个人还是长得这样的 就觉得结果是个男的 就有点奇怪你知道吗 Tord Tord怎么又回来解说星际呢 没人呀 这两个不是风暴都解说的吗 就全能解说了这几个人 下次我们两个也去解说风暴去 哈 关键我们两个好赞啊 风暴 吹就好了呀 吹嘛 说不定他们两个也是吹呀 但按你这么说 我们去解说卢氏好了 卢氏嘛也就吹一下嘛 对呀 那我觉得我去解说卢氏猛的一笔好吗 我们两个也应该去的 这次没有去申请 有点可惜啊 有点可惜 吹得让人 变花鸟了 对 欲仙欲死吹得让人 好了 比赛快开始了 这个我们也吹了半天了 终于快开始了 我觉得导播可不可以给我们来点现场的声音啊 对啊 好安静啊 哦来了来了 你看不听到英文解说我们都不适应你知道吗 是的呀 好快的开始了啊 好来到了第一场比赛 我们来看看这个比赛的出生点会吧 嗯 我们看一下出生的地图 右下角的这个蓝色的人主是这边的范太子 而地图左下角红色的一个神族选手呢就是小hero 嗯 地图钢铁都市我们也说了这张地图其实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小hero 可能要防一下多线呢 嗯 这个左右点其实对于太子来说是个好消息 还比较好投啊 比较好投 他切主框分框的时候 可以大规模的从下方 我们说贴着这个边往里切 对吧 既可以切主框 也可以切二框 其实如果说双方选手 比赛前期的准备的话 我倒觉得太子比较好准备 毕竟敌在明我在暗 你小黑又打那么多的比赛 那么多的VOD 其实你不太好研究太子 你找不到他太多的比赛 你有那么多的习惯 我可以去看 对吧 对于小黑又来说 他可能还是想 第一盘第二盘 可能还是想求稳的去打 没有没有 今天我听不是听了个故事吗 今天我们刚听了一个故事吗 什么故事 也许小黑又拿完 范太子的那个replay之后 看完了就马上 马上 马上 哈哈哈哈 我已经进八强了 对对对 今天我听了一个 听了一个很搞笑的故事 我们已经倒不住了这个故事 也就是中国选手的故事 也只有中国选手的人做得出来这种事 就中国选手 中国我们也不点名是哪些选手了 对对 比较斜的一些选手 就在赛前 然后中国这边有非常热心的水友帮 热心的水友帮 以前这个选手的replay 发给了中国的一些选手 对的 中国的选手看完了之后 不是去研究 而是看完了这个比赛之后 不是说怎么打这个选手 制定什么战术 而是看完了之后 仰天长笑三生 哈哈哈哈 我已经进八强了 对的 然后出去小组会了 好呀就可以了 都是莫名其妙的自信 我估计小黑又看完那个replay 也是同样的表现 这边都是没太多解决炉上在走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范太子其实开局还是蛮偷的 他裸双开 这张地图其实裸双是很正常的 四人图嘛 他本身实力 可能自己也觉得弱一点 所以说选择一个裸双开 但是探路的一个位置的话 运气不太好啊 小黑又是那个母亲核心也出去 看到裸双了 这个地堡就知道是裸双了 这样吧 小黑又也没办法 前期不是第一时间看到的话 他也压不了 他在这边 我感觉他这盘可能会出个女妖什么的 看他二次下来特别早 有可能会出女妖 看一看他怎么打吧 看他其实主要是看他准备什么战术 现在我们也不太好去猜他的一个战术 对 现在小黑又想试探性的火力压制一波 看一下你到底有多少枪兵啊 现在支持率还没出来啊 这边整个支持率都是0% 追跃在门口 母亲核心飞进去看一眼 这个非常不错 太子还做过建筑学啊 能不稳啊 看得了 看得了 嗯 还是投地雷 投地雷的话 我觉得没有必要是两个气吧 呃 他可能是想追那个 VS科技不是追完之后吗 直接追 直接追两个兵营 转那个 就是他肯定是经过计算的 这个你要相信他 所以两个兵营一挂 可能就是直接兴奋器盾一起升 嗯 对吧 要他要追一下这个兴奋器和盾的一个时间 但第一时间被人看到空头了 我觉得以小黑又的这个防守功力来说 一向占太多便宜不太可能 而小黑又直接放下聚上塔 什么情况 两框一波啊 他可能是守住 守住就直接打一波 对 这个比较干脆 哦 范太子出了一个度压 明显有准备啊 今天 既然被你看到了我就换个战术 对 看到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 直接转那个度压 现在肯定不会投啊 换了我 我都知道 我被你挣扎到我的战术之后 那你肯定会做出防守 嗯 没必要投对吧 再计算一下 对手和自己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差距啊 或者是实力的伯众之间 四七什么情况 他打机器化啊 我感觉好像是机器化啊 出坦克四七甩下去了 已经 已经三框也甩下去了呀 这个 哎 不对 还是 哎 补了一个兵营 补了兵营 嗯 哎 他这样的话 甩四七好像 气有点多了吧 但问题是现在我觉得 小黑有这个打法 待会可能你三框 飞足军的一刹那 可能会被一波捅穿 我觉得不好说 这个有度压和坦克的存在 完全是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而且他这个打法是前期是在 度压和坦克成型 估计三到四个坦克 然后一百人口左右推一波的 这一波推过来小黑 可能有点吃力 在你没推之前小黑 肯定如果是正常的话 他要打一波肯定是要那个 要么就是 你没并没有空投 对啊 你并没有空投的话 我可能就我就不这么打了 我可能就具象开矿了 而且我估计这一次 他范娜子这个开局啊 有点针对小黑 有什么开局呢 有点针对小黑 闪追的开局 因为大家都知道小黑 闪追用的非常的好 所以他选择用坦克开 那保证前期你拿我没什么办法 已经四兵营下去 小黑要打一波了 具象一波 他其实想的就是 防住你空投之后直接一波 小黑 直接升了角速啊 嗯 角速一波吗 哎员升的是角速 角速一波吗 如果升角速的话 是肯定要打一波了 因为如果升 你不是小速 如果不link的话 还可能是你 那万一他甩三击地怎么办 甩三击地怎么办 甩三击地也是有可能 战场总是变化多端的 你就这样就把它圆回来了 没有圆 我说的是事实好不好 甩三击地 你可以这样说 就边打边运营吗 你不能说边打边运营 这种是敷衍大家 这种话不能说的 现在往外走了啊 选手在每一个时间点 我估计他升角速 是因为他看到坦克了 也有可能 看坦克用角速 直接破坦克的这个 好了这一波推进 你如果追猎的话 他放一个无人机 你就着重了 对一百人口左右的 两到三个坦克的 这一波推进啊 推出来直接把三击地开了 然后一把雷达 确认两个巨像 那这样的话 范太子心里面 也比较清楚了啊 就是你还是要跟我 纯打地面的 不过那个范太子 他三框后面 有根水晶 头顶上 这根水晶可能是 看你有没有再三开 有没有采框 可能是 这根水晶过一会儿 比如说打到一半 我还可以刷两个叉 过来搞你一下 问题不大 现在主要是什么呢 小科尔这次升角速 我觉得是范太子 没想到的 角速快 你想你坦克的 一个箭射过来 然后直接 炸到自己的机枪 可能会比较伤啊 升Blink的话 可能你直接一个无人机 可能至少当两轮吧 对 好这波 三巨像捅一波 小科尔不想让你压到门口 被看到了 三巨像 这波三巨像还是有点凶的 有点凶有点凶 这坦克没架 地雷 OB吗 OB在哪里 OB OB看不到呀 因为有度压的存在 一把雷达确认你有三基地 所以说范太子 这个时候心里面也清楚 你有三基地 哦直接空投两颗雷 小科尔这个时候 直接要插冲了 我感觉 范太子估计 想不到对方有角速的 太子觉得正面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能守住 他绝对想不到有角速 哎 这感觉冲 冲有点危险 先扔 无人机 角速过来 后面白球顶上来 我感觉有点危险 他绝对 他绝对想到一拨 四个之下 要被捅死了 轻轻的A一下就结束了 对呀 我觉得他肯定是想着对方是大量的追猎 对 这个三华 三基地飞了 飞了还好 被打爆就尴尬了 不过都无所谓的 这个时候 飞了已经 飞了已经输了 除非太子那两个地雷超神 这两个地雷怎么超神 你告诉我 就杀了八个农民 下面已经有显示了 就杀了八个农民 好了 这个正面挡不住了 我们守不住了 这两颗雷 这两颗雷还真超神的 但是后面四个巨像 你怎么办呢 你四个巨像解决不了 问题 后面还有叮当的 所以说我觉得 范太子本来想的一个战术 想打小黑肉 一个应对不好 对吧 结果没有想到小黑肉 你看他的整个变化 就吃角速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对吧 这个是一个选手的一个 经验经验 真的就经验 他感觉出 你是这种打法 你有坦克 那你可能会开三框 出坦克开三框也很正常 对吧 那不管你是开三框 还是说打一波 我巨像加加急速差 回尘 回尘呢 这个患家托回尘呢 不好说啊 这个回尘 他为什么回尘呢 刚才其实正面 我估计是这样的 他觉得正面没那个了 没结冰水晶 正面结冰水晶有点远 他只有三个裸巨像 在外面的 就没剩几个兵了 有点危险 然后家里面 如果二GD被换了 他可能就输了 他觉得 他主要二GD防不住 主要二GD防不住 对 这样的话 你这一次回尘 你再过来 范太子的兵就合到一起了 这波范太子的兵就合到一起了 这波范太子有点机会 清财不能打 再聚一波 等你到这个咽喉口啊 再打 九死一生 我觉得刚才小黑肉 缺乏点勇气 你觉得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小黑肉当时啊 其实 诶 这什么 他炸了一个 炸弹 炸不死 炸不死吗 但是炸伤点 这个九死一生有点凶了 只能再回尘啊 这个已经被太子牵制了呀 对 输了呀小黑肉这样 对 他没有办法现在 再回尘 再回尘 直接点你一个巨匠走了 看 直接点个巨匠走了 这个回尘就等于输了这样 好 现在 现在小黑肉完全出不去了 嗯 这出问题了 出问题 你看这 这个一砸下来 收入 太黑剃了 我觉得这个OB永远在黑剃啊 好了 小黑肉 这最后一波机会了 这波机会如果捅不死太子 他就输了 但这边空头又过去换啊 他 他现在分点插过去 打三框不就好了呀 哦 分了分了 但是这边有地雷 他一定要把这边捅了 我觉得他捅三框没意义的呀 他已经被牵制住了 已经被牵制住了 现在又回去了 现在已经被牵制住了 这个时候小黑肉如果不是 不是能够一波把 犯太子掐死 他就输了 掐不死 现在绝对掐不死 我的意思 你要掐死就是 你要掐对手的出名点啊 哎 感觉有点打不过了呀 这直接被犯太子 前就死了呀 这样打啊 没用了 已经没用了 二皇真的被打散了 小黑肉这一盘比赛 绝对是这个回程 让我们完全没想到 对 他太球稳了 但是 但是犯太子这波兵 也不能乱送 他这样换是可以的 他如果运出去送了这波兵 对吧 小黑肉一波反大也 有可能把他捅死的 只要这波兵不死就好了 运出去不要死 哎哎哎哎 他不接就走了 运出去不要死 他怕被点 嗯 现在各种球稳 只要我有两船运输机 挂在外面 你的兵就不敢出门 你既然出 你可能出来的话 我可能就帮你 出来就换家 对 但这波兵绝对不该死的 我们说这波兵如果不死 刚才装上去 我两边挂 挂两船兵 你根本出不了门啊 但我觉得现在的整个 整个的兵力配比来说的话 犯太子径 是个绝对优势的 嗯 小黑肉走位也要很 要注意很多 一不注意 巨像就被点了 因为你兵其实并不厚 也没有什么 少兵这样的兵种来保护巨像 巨像现在也没多少 好 四颗雷 第一颗雷炸出来了 炸出来了两颗 还有两颗 这两颗炸不出来 炸不出来 哎 哦 家里面又被空头 又被空头 还埋了两颗雷 这不停的呀 这个空头 你一个大炮台 我就投你主家嘛 这种节奏是现在 犯太子最喜欢的节奏了 最喜欢的节奏了 不过这次刷叉 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 你上来捅外面的矿 是意义不大的 我觉得 他现在也只能 也是 他这边感觉没有什么 感觉捅不死啊 对 家被换了 这个是最大 最大的问题 家里面现在什么情况 家里面已经 已经铲地轮环了 还好 还好 但是这一波 这一波兵怎么办 这一波兵怎么办 这直接水晶被打了 尴尬了 水晶被打了 全部停电 这尴尬了 这个 这个直接被换死了 好 正面还有两个 UF2回救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范太子这一盘的 整个 我觉得就是 小黑耀最后 没勇气跟他换家 就是那波 我觉得就不应该回来 就不应该回 就应该跟他换 对 你把他所有的都打飞了 出名店都打飞了 对吧 然后再回来吃这波兵 稳赢吧 还是没勇气 我觉得太求稳了 对 回来就求稳吧 太求稳了 不过也不得不说 太子打得有点好 对 他刚才敢换家这一下 也是被逼的吧 刚才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路了 他只能选择去换家 然后他也没想到 你会回来 好不好 对对 他其实就是想的是 我能把你全部 我把你家换完 然后我就生这点兵 然后我家里面 尽量出点兵 跟你这个 就像两个人交换 最后打到残局 我们再打一波 对对对 谁赢谁就赢了 其实他是这样想的 结果没想到对方回城 一回城他就笑了 这时候小朋友已经很难很难打了 你过来一抓 我就装了就走 装了就到你家里面去 哎哎哎哎哎哎 哎 冰死了一传 好像两传 一传一传 有一传没兵 但是还是 这不停的呀 这个空头 这种巨像在没有成型的话 其实现在这个时候 扫这种兵啊 根本就不痛 嗯 根本就不痛 你搭过台其实也不痛 搭过台已经没了 所以说小朋友出去吗 还要最后一波了 他应该是 这最后一波感觉 有点打不动啊 再四个地雷 没没 六个六个 哦有叮当有叮当 有叮当 还好 有叮当 还行啊 哎范太子这个杜牙 还是有点贱的 但问题是我觉得 现在这个 这个整个 整个的兵力配比 哦 地雷 哎呦 哎呦 这颗雷直接把 白球炸的空穴 两个白球站不住 炸太子直接展开 点巨像 这个有点太冲动了吧 但是他 小朋友这个巨像操作 已经非常不错了 后面四颗雷 哦 你跳走 在巨像 哎走掉了 还行还行还行 这个跳的还可以 家里面守住 守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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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太子 还有多少兵呢 但是这个局面 我觉得还是不好打 因为这两个巨像 现在赶紧回去 对 现在必须要回去 现在这波兵太薄了 万一被抓了这两个巨像 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对 后面已经跟过来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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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被抓了完了 一个巨像完全没有火力速度 对 这波巨像被点的就机器了 好无奈啊这时候 对 也没什么皆兵水晶啊 嗯 这时候靠白球的这个火力输出完全没用了呀 你这个踩着等于你踩地雷踩过去啊 对 他不踩地雷甩下没好 对 他这个运输机太多了 你光靠白球是很难解决掉地雷的 对 好 范带子只要这片空开起来 第一场比赛结束了 第一场打得有点好啊范带子 今天状态相当好 要踩雷 哎不过我觉得小hero状态也不差 只是在 这种 就求吻 对 就求吻 不他求吻是对的呀 我作为WCS历史最高的一个分数的选手 第一名对吧 今天 对 打一个你加赛出来了 我当然要求吻了 对 但其实你们看完打完之后 你们感觉其实 范带子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弱 这时候如果说配合刚才那三个巨像 再配合那波追劣 再打一波过去 三框端掉之后 范带子就直接停框了 我觉得很有机会 范带子这个时候其实想的就是 我不要你开三框我就赢的 对 小hero这个时候只能守啊 强行的守 范带子只要不送啊 只要不去送 这场比赛他就输不了 我觉得 小hero是没钱 范带子以为他偷矿 小hero是没钱 不过也没办法 他现在如果能够刷一波追劣的话 对吧 我们说范带子这样去要事情 他一会儿送一波就搞笑了 这种时候就是憋嘛 大家憋就对了嘛 真的有可能送一波的呀 你看着吧 他如果真的去送一波的话就搞笑了 他送一波就说明他心直了 对啊 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守着 没事往家里面投个两团兵 没事摔两团兵 而且这时候我觉得你续围巾也可以 对吧 怎么样都可以 续围巾可能经济不够 就是没事甩两团兵啊 把续围巾最稳了 你还这么行 没钱怎么睡 他就一框好吧 大哥 要投的话万一被抓 你有雷达的 你先撒雷达再多 他刚好走到欧币 不是啊 我的意思就是你先 你先撒把雷达 看一看 对不对 好要被反馈了 正面 这波兵在被吃 我觉得 不好说 送兵了 不好说 两团 两团了 投的进去的呀 两团 投的进去没用呀 可以的呀 你只要投进去就好了呀 装了三团走呀 别送啊 这三团千万别送啊 送了就机器啊 不会送 这三团千万快走快走 白球手太短了 他只要两团兵进去了 你说小贺耀怎么办嘛 只要手住一边框就好了 瞎不要管 就手住这边框 现在关键是什么 他地雷埋下来 你只要死兵 这个是对上 这个没办法的 对呀 他地雷只要埋了 这两团兵就死兵 咱们走 好嘞 小贺耀这个时候 你还不反扑 小贺耀感觉他 他还反扑不了 真的还反扑 太惨了 地雷已经埋成地雷阵了 这太惨了 这就出来要被炸成马 我觉得现在小贺耀 现在 输了输了输了 他没气 他也没气 这个基地点呢 你就逼小贺耀打最后一波了 王命不外这时候只能 你就逼小贺耀给你干着了 还跑路 好了忍不住了忍不住了 又是两个地雷 关键是现在就是路过就被地雷炸 这个太伤了 他没办法 他这个细节这个时候 其实如果 他刚才把要拉一下这样的细节 已经很不错了 范泰子打宝平流了 反正我最最差最差也是宝平 我不停往你家里面投就好了 已经跑路了 跑路了 宝平流了 干嘛 干嘛 啥给你打不进去 他上面 他上面有那么多的那个光头 这是逼别人跟他打一波的 又被牵了 直接包一波就结束了 对 这个时候如果 如果说小黑还有个四五个闪电 其实小黑的任性真的很强 你要包 这个基地有点贱 卡在这个路口白身都出去 现在范泰子想的就是 我尽量靠你的兵就好了 尽量的好 他还有四百块钱 还是可以造基地的 嗯 小黑是存了四百块钱 不想给你保平啊 现在他要等范泰子过来送一波 范泰子要这么送了怎么办 怎么送吗 你告诉我 怎么送 这边过去先送了 然后背面那波兵子过来再送 我告诉你 现在小黑就一个OB了 就最后一个OB 这个OB被打了 保平吧 范泰子 真的 你别 你别去了 你这个正面真的 送的 好 就保平了 保平 但是小黑要存了四百块钱的 不会跟你保平哦 他肯定不会平的 小黑要存了四百块钱的 先把你基地给你断了 这个 这个第一场就打那么纠结 证明选手们准备的 其实很忠实 你说你出点围巾会死吗 这个时候如果有四个围巾 对不对 他主要是不敢停那个 不敢停兵营的铲灯 我估计是不敢停 他有围巾 有那个可以出点 不过这个时候也说不清楚 大家互拆啊 范泰子这个蛮以为自己已经赢了 范泰子这个兵力 好像还是占点优势的 小黑要拍下基地的一颗 范泰子估计一颗血要出来 但问题是 小黑要有一个闪电 待会各种反馈 这时候范泰子没基地吧 有有有 左下角有个基地 这个图 能保平 但是对手有四百块钱啊 你怎么保平啊 对的 诶没有基地吗 基地造成了 我甩个基地给你看 好我现在甩个基地 我就站这里 来吧 太子也是可以采矿的 太子没农民怎么采矿了 砸矿罗呢 他现在没钱了吧 就这一波 没农民啊 就这一波了 范泰子最后要输啊 这样打 这种都能赢回来 诶他不自己送死了 好现在对手有农民采矿 你你砸矿罗砸了 有屁用啊 你又没农民造房子 我拼一枪直接点你基地行不行 哎呀上次你记得 总司令功夫被怎么输的吗 就上去拼了一枪 总司令就算了 总司令 总司令上次不就像 送了一枪送死的吗 在时候我觉得 太子应该也不会想 想着再去运营什么的 太子想的是包这一波 必须散开包一波 就这一波 但是这个时候啊 他有母舰核心吗 上面 没有母舰核心 有母舰核心好吗 有母舰核心吗 太子有农民 有农民还可以打 有农民还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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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母舰核心 应该是能量 应该是满的 两把减速了一场 大炮台好吗 这里还有一个 这这这这 感觉要赢呀 我感觉要赢啊 我说这个时候太子如果 你算算太子有三个农民 两个矿罗对吧 三 哎哎你出来是什么意思 家里不要了吗 后面还有冰的大哥 不会吧 他他有大炮台 他有大炮台 大炮台也守不住了 抢点基地了呀 这个 这 哎你出来什么意思 你叫失去的这个 不会吧 有没有有没有水晶 哎呦这这不这 这85块钱呢 哎呦有有有 有个水晶有个水晶 有个水晶有个水晶 拍下拍下拍下 哎呦他太不给人活路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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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翻回来了 点了什么 点了个奇框 没有了 奇框 奇框可以抢点的呀 奇框可以抢 而且我 他不他太不给人活路了 真不给人活路 好了 我点强点奇框就完了 好了 奇框又受不了我 那么多点的 我就投下来 我就站这里 四面八方准备包你 你就点两个奇框好了 两个奇框没用的呀 但是我告诉你 哎 会不会出现 仁义无双总司令的结果 点两个奇框把自己点死 我 他这波兵有点厚 我告诉你 有点厚 仁义无双总司令 当时想的也是 我的兵比较厚 然后两边跳上去全送 现在其实太子最要紧的是 要注意那个运输机啊 运输机来就蛮反馈的 要么是平 其实是这样的 要么就平 要么就是谁敢拼一枪 就太子敢不敢拼一枪 要么打平 我觉得已经平了 我觉得 只要太子不动手 就平了 太子拼了 啊等等 就算动手也是平呀 有基地吗 哎 有钱 有钱 有钱我不动手了 我不动手了 有钱不动手了 我不动手了 有400块钱啊 就算现在动手了 也是平 着急了现在 急了急了急了 分兵分兵分兵 直接点了呀 你还敢分兵 你太子弃不 我甩不死你 我们看看家里面 家里面 breathing 动手了 这 动手把自己冻死了 还有还有几个 两个哨兵两个巨匠 你疯了吧 你这个不敢过来 È这个这什么意思啊 直接就把那兩個氣礦打了贏了 不 他兩個巨匠為什麼還要往前面走嗎 這時候回家保平啊 保不平了吧 對手有礦的 他知道對手有礦 來不及了呀 來不及了呀 好 直接投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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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反饋 反饋了一船兵 好 天 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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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救能不能救下來 搶點氣礦嗎 還是巨匠回來 先點一個氣礦 撞了先走 撞了走 撞了走 好了好了 這已經是不可能 再有機會保平了 上來看到 誒 我母艦核心 幹嘛 你踩框啊 誒 沒有農民 有農民有農民 幹嘛你踩啊 誒 我裝進去 哎呀 哎呦喂 好機智呀 告訴你 人足 這個技能是有用 太bug了這個技能 哎呦喂 這個機智機智 他還有兩個槍兵啊 可以解決這個母艦核心的 萬年沒看到過這個技能的使用啊 對對對 我一直以為這個技能拿來飛機地的 除了偷黃金框 除了偷黃金框 從來沒看過用這個技能 太機智了 我只能說 誒 大家第一局打這麼激烈用得著嗎 我回來 我放下來 我又進去了 我又出來了 你打毀了 沒辦法了呀 現在這個時候 誒 我出來了 我回來了 不會死 不會死 幾個機槍啊 兩個機槍就兩個機槍 夠了呀 你就一船一舟機加兩個機槍就在這邊等著對吧 誒 各種投下去 不給活路的好嗎 誒 誒 好了好了好了 死了死了死了 好了 太子贏了 太子贏了 我有片框在踩好了 太子贏了 要拼最後一下 兩個巨箱 我裝了機槍裡面去不好了呀 然後基底在飛呀 你靠一個哨兵的火力哪 太子要剛正面嗎 還有個機槍在裡面 哦 直接放棄了 要剛正面了 太子要剛正面了 誒 我告訴你 這波萬一 萬一打輸了 剛輸了 我告訴你 還真可能 好 三 光頭 能不能打一兩個巨箱 光頭好兇啊 光頭一 三開 還有兩個巨箱 還有一個巨箱 沒有了 沒有了 這裡沒有了 還有一個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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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換一個呀 一個巨箱有毛用 換一下 嚇嚇她呀 這時候直接 妹子比兵還多 好了好了 掃不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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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換來不及了 你早點換呀 GG 1比0 這個比賽真的是 不會是世界總教賽呀 第一場比賽打那麼久 對 這場比賽不容易呀 打的 要是我們解說 五場四 四五二十 二十場這樣 我們死了 二十場這麼糾結的比賽 不可能的 大家要原諒我們早上 如果今天早上還有人 跟我們一起堅持的話 大家一定要原諒我們啊 我們今天早上 可能會語無倫次 可能會說的 說的 大家都看不懂啊 我這裡其實優勢已經很大了 這整場比賽其實 就是小黑肉 在那個時候 第一波的時候求穩 還有最後他點下了一個基地 他去晃他 其實你覺得吧 我覺得 他正面其實 這波兵器也蠻厚的 嗯 其實當時小黑肉 如果就在外面 他就踩那片框 我手著踩 范特斯還真不一定能贏 而且他那個不見恒心不走 就是個大炮台的話 他其實剛才那波 被點了一個巨像之後 他還有三個巨像 三個巨像 兩個白球還有一波差 他其實完全是可以 把對方的出現點打飛的 反正就整體上 就小黑肉太心急了 打得 真的打得太心急了 小黑肉的心態 我們都知道不太好 嗯 這個倒是真的 其實這場比賽 對范特斯來說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場比賽如果 范特斯拿下之後 證明他的戰術準備 是非常有意義的 對 小黑肉這個時候 心態可能要亂 好我們看一下第二場的一個 比賽地圖的一個勝率 科達 人足勝率要高一點 這張圖比較好投 也比較適合太子 我覺得這個圖太子 是一個很有機會 如果這張圖太子 能夠拿下來的話 那太子就拿到 再點了 再點了 不要啊我剛說了小黑肉 有可能奪冠了六個人 我告訴你 那幫歐洲解說太盲目了 對不對 我也很盲目的 我剛點了他要冠軍的好嗎 你去年就這樣 這也很正常 什麼叫我去年就是這樣的 去年只是個意外 今年是我翻身智障 好不好 今年的那個對陣出來以後 你點的幾個人都被分開 大家都已經預示到了結局 哈哈哈 一場比賽說明不了什麼 就怕小黑肉這場比賽再挂 因為他的心態我覺得是 太穩的 這場挂了小黑肉 基本上就 崩了 你先不要說這種話 我告訴你不一定 絕地反撲也不一定 呵呵 但這個圖呢 柯達這個地圖呢 的確對於小黑肉來說 的確不是很好打 因為這個圖很好 空頭也很好放戰術 小黑肉你看從眼神 突然有點慌 你知道嗎 慌了慌了 現在有點慌 開始的時候是 臉上很有陽光的 好吧 現在已經開始有點 有點虛了已經 我感覺他表情就兩種 就一開始沒有打之前 沒事還要拋兩個媚眼 然後打了以後 輸了以後就變成這種了 什麼贏的第一場 還要剪刀手這種 第一場就打荒了啊 好我看一下這第二場比賽 地圖柯達 出現在地圖右下角的 藍色人組選手 就是范太子 Fantasy 而出現在地圖左上角 紅色的一個神組選手 就是小hero 來看看這場比賽 雙方 雙方的一個 這個戰術選擇吧 我覺得范太子肯定 這張地圖還是以空頭為主 我真感覺他怎麼要哭了 哎 第一場呀 上來就被別人這樣打 哎 這樣的 這樣的選手 雖然實力很強 但是他把所有的心情啊 都掛在臉上了 嗯 這不適合打扑克對吧 哈哈 就 如果說小黑 范太子突然打贏了第二場之後 說哎呀我肚子好痛 我要稍微 去一趟廁所 其實他 那個時候其實 我覺得 小hero的心態 就很急 他要很快地去打 對的 很不爽說白了就是 哎 要裸霜 裸在哪裡啊 裸在這裡啊 去看一下去看一下 他有點怕對手 他要裸霜 他怕對手是單兵贏那個 裸在三框也沒道理啊 他他主要是怕對手是單兵贏外 單兵贏兩個差異追裂的那個 哎呀這種時候 其實我覺得 在這種打比賽的時候 特別這種世界總決賽 弱的那一方 其實不要太去想這些事情 反正總會拼著打 因為強的人肯定是求穩的去打的 不 他他做一個 基礎的細節還是要做的 基礎細節還是要做的 基礎細節做一下 他其實想的比較穿的 我就裸霜了 幹嘛了 我就裸霜了 所以說啊 這個裸霜戰術啊 其實也是有變化的 就剛才如果是出坦克的話 這盤我可能就是其他的戰術 對不對 還賣個萌 有點冷 手動不開 這個就開始甩鍋了 不是了 不是吧 這個東西我了解 你們都沒做過職業的時候 我做過我了解 因為開始的時候 輸了一場 這種波舞的比賽 波舞系比賽輸了一場之後 感覺 有點虛 然後很虛的這種感覺 總要說 說點東西出來 對不對 不是說點東西 就感覺自己的魂都被抽走了一樣 就 背脊骨是涼的你知道嗎 這種感覺 但是 他們當地現在加州天氣很暖和 太陽有點大 哎呀 我告訴你 你在打比賽前 你很緊張 你很緊張 你的手就會很抖好嗎 抖的時候就會很冷 都是這樣的呀 哎呀 這個上來就先說一個有點冷 這個都 這個其實也不是說冷什麼 這個叫戰力 知道嗎 哈哈哈哈 草皮有點濕 今天踢不好 草皮有點乾也踢不好 草皮不乾不濕 我還是踢不好 哈哈哈哈 怎麼讓我想起了國族啊 這個 其實太子這個細節啊 還是都是做的 他的紀律性其實不差的 對對對 該做的都做了 這畢竟從新機過來的選手啊 他肯定在賽前 好好的準備了這個比賽 我三不贏 這邊是直接被看到的 哎沒沒關係 這個就是讓你看到的 我就看到兩個 可以判斷出來 這可以判斷出來 你看他這盤的裸霜 就跟上一盤完全不一樣 裸霜三不贏的呀 對 就這個就比較正常的一個 三不贏 因為這當地是兩人地圖 所以說 第一點肯定會被發現 對 先把這個追列壓下去 哎呦這麼平 耗血量點 我血耗的有點多啊 嗯 閃追了 要用閃追了 終於 祭出閃追了 嗯 哎農民能不能 能不能 有機會啊 看到了看到了 哎呀這個 不過 不過三兵贏打 VC開啟其實也 區別不大 如果是我的話 剛才那波農民 我肯定會去阻止一下 不要你看到 嗯 閃追V要假閃 假閃 他求穩 還求穩 嗯 假閃 犯太子是 呀 兴奋劑啊 兴奋劑 兴奋劑 那麼狠啊 有點狠啊 兴奋劑就算打 太命先 先幹一波啊 對 現在支持率已經出來了 犯太子只有27%的支持率 小黑有73% 沒有機會啊 那麼厚這波兵 你可以佔點便宜 我承認你可以佔 但是你說你要打進去這種 光頭都出來了 哎 沒操作 沒操作 點掉一個 哎呀這個 信號不是震撼彈 震撼彈估計三個都走不掉 剛才 剛才是這樣的 太子沒有就是在點掉第一個之後 他覺得就一個就好了 他沒有搶A 搶A的話可能兩個就走了 轉引刀了啊 看到了啊 這個意思 這把雷達的意思 這 退了呀 這怎麼辦吧 這感覺 小黑肉頭上有一股冥冥之中的 黑氣 好倒霉的樣子 做什麼都會被看 做什麼都會被看 沒看到 只能說范太子 今天準備的細節 真的準備得很充分 能靜影刀 退了 退掉了 這肯定只能退掉了 對被灑到了 只能退了 那作為太子來說 他防很簡單再防一下 沒看到嗎 看到了 應該看到了應該看到了 叮噹看到了 劇烈也看到了 但是他能想到對方是 真盾一波嗎 這看起來像是 震撼彈壓制啊 哎呀這還好 這個還好 你壓制的話 還有個大爆臺 其實還可以 沒有 不會很傷 也是啊 這一波其實可能 太子出來解釋看 你有沒有開三框 你如果開三框 我就抓你一波 說的也沒錯 接不朽 冷靜飛過來 嚇嚇你啊 能夠搞你就搞你 去三框看一眼 你沒有開我就回去 他盾北好之前 他不會衝的 你開盾 如果你開三框 我就一波把你幹了 對 好正好 你這個開三框肯定守不住的 這個沒有懸念的 哎呀這家裡面 好你不開三框 我看 他所有的細節都想好 他都算好 對這個是對於比賽的準備啊 非常充分 對 其實平時你看不出來 太子準備的東西嗎 對 這個比賽真的下過苦工 所以說我跟大家說啊 有些有些職業選手 不要以為他贏了比賽就是贏了 其實他在贏這場比賽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的 嗯 所有的東西他都想過 小QR這邊是來一個插線 干涼一下你 嗯 這個騷擾也不錯啊 也不錯 先把農民給你插了 這種就是我跟大家經常所說的 賽前的冥想很重要 你要去想比賽中的各種情況 嗯 太子 這個是什麼 冰銀吧 嚇我一跳 我還以為甩第二個別死 不不不不不 這個這個 你要甩這種還是有點難 其實小黑了現在 他整個 整個打法都是 球穩的打法 對啊 雙深攻防吧 又是一把力打 確認雙深攻防 看到你引刀塔退了也安心了 雙深攻防 那證明其實 就沒有一波的想法了 對 反正我其實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於 我這個三框 三框要被搶秒啊 搶秒搶秒搶秒 要逼退了 走了啊 走了啊 你追 你還敢追我 這個力場 力場方還可以 沒打到幾個兵啊 這幾個機槍對他影響不大 逼退一次三基地 報仇呀 其實你看 你看太子 非常非常的冷靜啊 他看到你是 一波吧 真的一波了 一波一波 真的一波了 一攻一防的一波 但被看到了 真的就一波了 冷靜也過來 這一波 看太子的兵耳有多厚啊 不一定守得住 我覺得不一定守得住 這波有點凶 太子拖 第一時間拖農民呢 有機會 但這農民拖的 你說 你拖農民的話 你這波守住了 你也是虧了呀 兩個地點都沒加起來 你有那個的呀 哎呀 什麼又是 又換加了 又換加了 包屏了啊 又是保屏又換加了 不是啊 不是每一盤都可以這麼打的呀 出手太慢了 他如果是第一時間想好 就換加的話 是可以這樣幹的 我看他這種是 多獻九死一生 這邊家裡面還抽出了兩船 給我有一種POT在打的感覺啊 就當年POT 有段時間TVP很強的時候 這關鍵是他太果斷了 好吧 他這個 哎哎 還抽個居上 他這居上給你指 哎呀 先打母劍核心 能不能放到哪台 下面能不能放 下面放不出來了 好 我再把你居上給你 投下去了 投下去了 哎 他居上去應該點掉的呀 後面有一個圍巾 後面有一個圍巾 我家是不要了嗎 家不要了 哎呀 他現在 這一次小黑又也沒回城了 也不回了 打到最後 最後還不算換加 哈哈 先把農民點了 不要農民走 不要農民走 我早就去禮物到了呀 但是農民還是跑掉了 太子把所有的兵投出去吧 打比自己強的對手 就是要換加 哈哈 但這次換加不夠果断 這個不夠果断 關鍵是小黑又出手太快了 嗯 太子也沒想到對手會 會那麼兇對吧 剛點掉你三幾滴 直接就換加了 直接就一波了 好 能進裝 聰明聰明 聰明聰明 太穩了 這個這盤我覺得 太子要贏這個有點難 對正面也打不過說實話 這個農民死有點可惜 嗯 其實我覺得還是暴露出太子的問題 就是他的正面啊 其實跟小黑又比起來 是稍微軟的 那麼一點點 對 剛才那波正面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打的話 真的是守不住 嗯 這什麼意思啊 這什麼意思啊 他這波兵回去幹嘛 他是要去強拆對手的建築嗎 不是 還那麼多建築啊 不是 他要出去強拆對手的那個建築 那小黑又 他想著你在外面 萬一是點個水晶啊什麼的東西 結果對手點地的呀 肯定有錢的呀 這種 這種你踩那麼久 肯定有錢的呀 嗯 他想偷 偷不到 又被看到了 這個太重要了 跑路了呀 這還等什麼呢 他估計沒注意 對方看到了 哎呀 我告訴你 這種打實力比你強 雖然你有可能打不過他 但是你只要把這個 換加打出來 你在場面上也不會輸的 打出了風采 對不對 風采風采風采 是這樣的呀 這場我把你夾拆 差不多了 這場肯定輸 偶爾對方如果慌了的話 做了幾個錯誤的決斷的話 可能你就贏了 這不可能有錯誤決斷 我採礦可以 這盤是錯誤不了的呀 不過又是換加打贏的話 小黑又他心態就好一點了 對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范太子剛才有一個唯一的失誤 他可能沒算到 因為他 不知道後面那波拼啊 應該是把跑出去的農民結了 嗯 他可能沒有算到 就是對手用那個 冷靜裝了一波農民走 對 還沒算到這個 所以說現在對手 這種情況下已經可以退了 他要堅持 沒有沒有這不是堅持 對於小黑又來說 他 他的事業裡面 你就一個基地 待會兒 哥只要把這個基地幹了 對吧 但不可能的 那麼多兵 對我就站這裡踩 這麼你看到就可以退了 而且剛才那一盤 上一盤是沒有追劣 這盤追劣那麼多 追劣有點多 你過去就是死 不可能要你換了 其實范太子這個時候 看一眼就可以退了 原來范太子修煉了兩個月 原來領軍萬加打 哈哈哈哈 領 領悟了換家 真的是 每盤都來換家 領悟了我兩三年前 就領悟出來的東西 哈哈哈哈 好最後投下來 大包加一波 拚一場拚一場 這肯定拚一場了 最後包一個波 然後衝上去 發現那麼多東西 哈哈 1比1啊 還在修地堡 還在修地堡 真是穩 我只能說 這個沒辦法 這個肯定求穩的呀 怎麼下得去 他在勾對手走嗎 他在勾對手走對了 對手又不傻 我為什麼要走 這波兵又被吃掉了 衝下去 衝下去看到 算退了吧 算了吧 真的退了吧 再換一步 別人就A在這裡就好了呀 雞雞 1比1 好笑了笑了笑了 你看又笑了笑了 笑了笑了 哈哈哈哈 表情帝 跟哥打換家 來呀剪刀手啊 剪刀手 現在還早 現在還早 他再贏一盤 可能會剪刀手 他就開始剪刀手了 這個時候剪刀手太過分了 第一盤沒贏 第一盤贏的肯定剪刀手 對的 我倒是覺得 我不是很希望太子 就一直選擇換家這種打法 因為這個打法 你打個兩三次 可以 對手注意到就好了 對你不能一直都換家 對手只要注意到 你就很難換得到 他應該還有準備其他戰術呀 就這裡 其實就是這波農民救了小孩 太子局 肯定沒算到這波農民被運走了 他後面其實截了一波農民的 對 剛才跑出去的農民 他全部截光了 教授誰上來了 是趴廷嗎 我感覺看這張臉就是趴廷啊 是趴廷 我感覺是趴廷 對的 各種上來跟他說 換家繼續換家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會去信趴廷的 關鍵這個時候的趴廷出來 讓我感受到了曾經的我 我就在趴廷這個角色 各種教別人怎麼打 然後把對方幹掉之後 哥再把別人幹掉 趴廷上來各種各種教 因為他們兩個以前都是SKT1的嘛 所以說肯定交情還不錯 那我覺得他們可能就 他可能跟趴廷練的也比較多 有可能的 因為趴廷的風格跟小時候很像 對 第三場啊 第三場是 喬頭鎮蒂 喬頭鎮蒂 人組好打耶 往死裡頭就好了 喬頭鎮蒂這個東西是 是把雙刃間 你誰背後被捅開之後 都不是很好打 喬頭鎮蒂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 兩個點位太遠了嘛 但我是感覺 喬頭鎮蒂這張地圖 對於太子的風格來說 可能比較好一點 對吧 太子可能在這張地圖上 就投呀 就不停地投呀 對 這張地圖其實最不平衡的 應該是ZVP ZVP和ZV 就是重組圖這張 ZVT也不平衡 4232 612 512 重組在這張地圖上 優勢比較大 重組這張地圖是好打的 這個我從來沒否認過 對 這個圖重組 只要把後門捅開了之後 就各種多線 對 我看到有觀眾在叫我們 退退期啊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因為今天我們是在演播室 就給大家帶來轉播的 所以說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推退期TV 這樣的一個平台 你可以在國內的平台裡面 去選擇一下今天的 這件事 國內平台也推的蠻多的 好像全平台 對 全平台直播啊 退期是沒有辦法直播的 這個跟大家說一聲 海外的觀眾就稍微苦一點了 到時候你看能不能找到一條線 比較流暢一點 好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的第三場比賽 我們現在看到 存在左邊藍色的人族選手就是 Fantasy 而存在地圖 右邊紅色的神族選手呢 就是小Hero 現在大Hero已經不在了 其實你就叫他Hero 其實叫Hero 大Hero已經看不到了 叫小Hero比較符合他的臉 看起來比較小的 對 不過你真的看一下小Hero 的確還是蠻帥的 是蠻帥的 你動不動心 當時我去那個看SPL的時候 他一直對著我拋妹眼 你知道嗎 然後他比賽輸掉了 是嗎 你知道嗎 他本來以為我會去跟他說話 然後他比賽輸掉了 然後他一個人就躲旁邊哭去了 不不 你就說小Hero和小色 都有個小 你覺得哪個比較帥一點 不要這麼說我跟你說 憑良心 憑良心 你喜歡哪種類型的 我沒有良心 我坐在這個位置有點危險 似食物走為俊傑哪 這個時候 對 對 小Hero是上來就率先探路 他怕太子魯爽 我真覺得 就小Hero在打太子的時候 就是一個心態就是我比你強 我就要求穩 各種求穩 對我看他的打法 就前面兩盤打法 都是屬於一種求穩的打法 對 這個小Hero 這盤是穩的已經不行了 先提早他一個路 嗯 因為他怕你野雙兵贏啊什麼的 這個圖其實還是有點危險的 嗯 你看太子反而是 反正 搏一槍嘛 對不對搏一搏 反正我每盤都裸霜 隨便你怎麼搞 小Hero看見裸霜就直接不踩氣啊 先點幾頂 對 這也是做應變的 他也是怕你萬一你裸霜我怎麼辦 這些都是一些選 一個選手啊 在比賽前就已經定好的這樣的一個 套路 不是 就是應變能力就這樣 對 就你怎麼打我怎麼打都想好 所以我跟你們說了 賽前冥想是多麼關鍵的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要老是要推出這個冥想這兩個字 我告訴你們 你們完全不明白好不好 我們沒想過呀 沒想過 說明你們沒想過贏啊 不小嫻可能想過 因為小嫻以前也是 選手對不對 對啊你總 你比如說你在一張地圖上打比賽 對不對 你肯定要考慮比如說我的隊友是忍主 如果說對手也雙兵贏了 我要怎麼去應對 對不對 可能他在哪幾個位置上換雙兵贏 不不不不 你不會想 這個女選手跟男選手不一樣 我一般是我這個地圖 我對手是誰 我想的是我要打這個戰術 我這個戰術如果沒有放出來 我就雞雞 換下一個 你 不你可能跟別人不一樣 你是這種比較主動的對不對 那一般是放戰術的那個人是我 對 我是說你比較主動 你沒想過別人放戰術 你就活在自己世界中那邊 是 生農霸所以很適合他 我只要想好生農霸的 我就怕一定會打生農霸 我會去算對面 就是心理狀況 就第一盤我放他 我一般是喜歡第一盤放戰術 然後第一盤被戰術打死 就心裡很不爽 然後第二盤我就會很偷 你太膚淺了這個 這個太膚淺了 女生很好用的呀 什麼叫女生很好用嗎 打女選手好用 女選手一般心理素質都普遍 普遍比較差 那也是 先拿一個先手比較穩 嗯 不過你如果到三國裡面 你可以做個講幹 哈哈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突然是講幹 你應該說別人是孫上香好嗎 那麼 這武將嘛我說 對不對 幹嘛孫上香還可以啊 還有點小實力的 你實在想不出三國裡面 還有哪個女的可以上去 拼一場的呀 哈哈 還有那個叫什麼 那個 祝容 對吧 祝容啊 祝容我覺得還是小仙比較 比較 祝容有點像呀 哈哈 都是莽夫 這邊繞路過去偵查 也沒偵查到 這盤小朋友又是一個能靜牽制啊 然後轉巨像 這張圖其實能靜還是蠻好牽制的 看他這麼打 我感覺啊 他還是可能是巨像開曠的可能性比較大人 並沒有轉VC科技啊 太子這盤選擇跟上一盤又不一樣 是兩兵贏然後接三兵贏的一個打法 兩兵先跳科 先跳了一個一攻擊槍 不過這盤我覺得小黑友的這個打法有點變化 就是他的巨像特別快 嗯 他VR之後直接是巨像 他可能是騷擾之後直接巨像接臉上一波 又被看到了 太快了 就把人家看到巨像塔了 我估計一次騷擾之後直接巨像 兩巨像一波 一攻一防 跟上一盤可能 沒什麼太大區別啊 就一攻一防然後直接一波 點個三基地對吧 三基地你拆了 那我還是一波 你不拆 那我運營一會再一波也可以 這盤的巨像比上一盤更快 嗯 這盤地圖遠 他可以肆無忌憚地偷 我突然感覺好像 這種防守這種一波啊 就剛才 剛才那種一波 小黑友這種一波啊 我覺得 你只要練成了 每個蟹都練好了 你可以回來自己世界中 打 那種 鳥哥這種是一打一個準的 反正小鳥哥 空投巨像 空投巨像 也可以啊 也可以也可以 其實小黑友這個打法在虛空裡面是特別好用的 就是你不要投巨像 你投那個 投那個自爆球 自爆球 投出去然後家裡面就開始運營一波 虛空 能進的這個 能進操作性大多了 對 你投巨像其實還更慢 你自爆球很快的 這個巨像投的有點迷茫 讓 讓 讓發財子 我說別要事情 誒誒誒誒什麼情況 別要 沒射程 你跟我說別要事情 一會兒去 一會兒能進被點了才搞笑 你 誒 走了呀 一會兒 一會兒能進被點了 然後別人反撲一波 他不是 他剛才有點 真的有點要事 他如果說就在那邊A的基地 對吧 等你過來救 我把自己的那個能量的血 耗光之後 還能點個 點點兵呢 其實 三輪吧 這個人拖住就不錯了 別要事情 我還點點兵 這萬一 擊毀人王 怎麼打 想法總是美好的呀 要一波了 這個 兵已經點那麼多 八兵了 八兵了 想好一波了 小猴其實也想通了 我去開三級地背你投 與其背你投 我還不如我捅你一波呢 這沒錯的 這沒錯的 什麼課題都不要 就直接投 對啊 對啊 直接捅一波 續一波追戀 就往臉上走了 嗯 但太子這細節還可以啊 他偵察之後 已經知道對手要一波了 現在在拼命的在續圍禁 修帝寶這個時候 圍禁也很重要啊 對 這波只要把巨箱打了 對吧 那基本上就沒問題 這盤可能我覺得 他能守住太子 因為上一盤太子是 三框是開好 這盤沒有開 全力在暴兵 四倍穿圍禁 兩個地寶 應該守得住 應該守住 托農民應該守得住 四倍圍禁 他只要去兩輪小猴 哎不好說 這個有點快啊小猴 有點快有點快 這波真有點快 看地寶能拖住了 能不能拖住 就是關鍵 先把農民拖出來修起來 對 現在有幾個圍禁嗎 現在 兩個 再出來四個打上六個 哎守住守住 六個圍禁 六個沒有問題 六個圍禁你要想打上去 這個太難了 但是我 你換位置你就輸了 你換位置你上不去了 他一把雷達確認你換位置 你從那個路口走 很容易被點的 哎呀這種時候 看到圍禁 雙倍圍禁在產門 就回去開三框了呀 這時候 開三框我就哲學流一波呀 那沒辦法的 這個 我家裡面後面直接兩個地方找 我就下好了 一手為攻啊這時候 沒辦法的呀 范泰子是F2回來的吧 剛才本來他是想 他想投的 然後又回來了 這個時候其實 應該投的 應該投的這個時候 這時候小朋友只是想給你壓力 對啊我覺得他是應該投的呀這波 這兩專兵絕對是F2回來的 他明顯守得住的 他這個圍禁數量 他最好還是這兩專兵投出去 對 投出去了兩專兵已經 嗯 這個小黑肉有點進退兩難啊 他只能回去 這時候只能回去 你回去我就哲學流一波 哎呀哲學流一波嗎 這種再說了呀 先把家裡守住呀 他家裡應該刷兵的 我覺得小黑肉應該刷兵的 這個槍兵的細節非常好 就因為 因為看到這個三框 所以說小黑肉 我就壓三基地 我就壓三基地 什麼都不管 三基地點了就走 小黑肉回就也不錯 也不錯 三基地不一定點得掉啊這樣 走了呀 強點強點強點 強點能點掉 但是回不去了 送兩傳兵 能換什麼換什麼吧 兩傳兵換一次基地 沒賺啊 引刀塔小黑肉 小黑肉引刀塔有點飄啊 嗯 這時候應該是VT啊 穩穩的防守 你把白球出來對吧 哎 但翻太子打開 利用你打開的後門 從後面悄悄地溜出來咯 小黑肉這個想不到從後面溜吧 我覺得你溜出來這一波 你正面還要配合兩傳運輸機 空投二框對吧 這可能會有用 你這掛著的好像 對 你單的單的這樣的一個 你看小黑肉的細節啊 上面是有開視野的 這個細節很重要 這個這根水晶真的是太重要了 看到嗎 看不到呀 我覺得這根水晶現在 打了打了 你會打的呀 你看到一根水晶你會不打他嗎 我旁邊繞一圈啊 最危險的地方 就最安全的地方 對不對 既然這根水晶沒看到我 哲學流一波的 我也不要看到他 正面好像沒有防空吧 現在問題哲學流一波 問題是 你哲學流一波一般 他是這樣的 投你主基地 投你那個二礦那個基地嘛 投下去 然後你居上不是回舊嗎 我在 我在旁邊用微鏡 就是利用高台那個視野 在微鏡偷你 他就為所為所你高台 然後把你巨像偷了之後再散 對 這個其實真的利用地形 利用的非常的好 這樣 但問題是 看走位了 這個走位很容易被偷巨像 對 這走位太容易被偷巨像 就這個位置 就卡你這個位置 好的 你這個怎麼怎麼走 這個巨像 哎呀 什麼都要被打到 一個巨像 一個巨像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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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嘖 嘖 他 基地也被偷了 但是下一波了呀 但是下一波了呀 偷三基地 不你這個三基偷了 就是給那個小朋友打一波呀 你又逼我一波是吧 這感覺又要打成換家 這個時候趕緊所有兵都不能死 我就回去守 我就等你一波呀 能點則點呀 不能被他這樣打呀 對 圍巨數量 家裡面四倍產圍巨應該夠 應該夠 再打一針走了呀 來了來了 怎麼比有點厚啊 還有幾個巨像啊 還有幾個巨像啊 還有三個巨像好像 三個巨像 打不進去呀 差子太多了 兩個巨像 只有兩個巨像了 差太多 差太多 先把外面輕靠 就這樣衝啊 這個地方也不好衝啊 來了再進去吧 直接可以點一下就點一下呀 圍巨可以點就點呀 這個差子有點多 可能要衝進去 好 減速力潮 放起來 就這樣巨像 這差子太多了 差子太多了 不用巨像了 就差子太多了 這個退回去 再拖一波農民 看能不能守住 對 主礦農民拖下來了呀 這時候 不要想了呀 圍巨降下來 對圍巨降下來 二礦不要了 就這一波 利用位置卡 利用位置來卡 對 要聰明一點打的 這時候就利用位置卡 實在不行就拖農民 這波農民先卡出來 我感覺還是 還是守不住 不好說不好說 這個時候差子差不多了 但是有四把引刀 有四把引刀 是不是沒有注意 引刀再輸出 引刀砍翻了 他沒注意到有引刀 他沒注意到有引刀 還有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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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沒雷達了 完了完了 這個地方完了 差子太多了 這已經輸了 其實我覺得 剛才就在投二礦那一波 其實冰死的太多了 他太狠了 每次都是偷了別人兩個基地 也就逼別人打一波的 而且 而且三框那波兵 其實同步率也沒做好 如果同步一點的話 那兩團兵能走回去 其實是守得住的 你損失了 等於損失了四團兵 別人肯定打一波了 是的 好 剪刀手呢 2比1 每盤都有點慌好嗎 還剪刀手 這盤 這盤真的還是 范太子細節沒做好 但凡跑出兩船兵 這個就守住了 對 而且太子自己也沒想好 你把對方打得那麼傷 早點把地板補起來 對吧 他主要不給人活路 真的是不給人活路 這種 你偷一個基地就好了嗎 偷兩個 如果剛才你三框那個基地 不偷掉 對吧 兩層一水掛著 我覺得小黑肉也不會來蓋你 對 小黑肉把三基地開起來 然後慢慢的運營就好了 你非要偷別人兩個基地 對 你這麼佔了便宜 還要賣乖的這種 對吧 也許你就像你出去 你碰到一個人 碰到一個人 對吧 你罵他兩句 他不會動手打你的呀 對的對的 哪怕就是你刪他一耳光 他也許就忍了 但你刪他一耳光 你也吐了他一臉口水 怎麼可能不幹你 你不能欺人太甚啊這個 其實這個地方真的 這四傳比死的有點多 這個屬於七人太甚了 他這個同步沒做好 其實在打的時候 應該想到 偷了就走了 對 你應該想到對手肯定會過來的 本來不會被抓的這波兵 這樣的話小黑尔2比1領先的 其實這幾盤小黑尔都有點虛打 有點虛打 有點虛打 只能說飯太子的細節做的 並不是特別好 不過戰術呢 我覺得是打出來的 戰術他準備的東西是打出來的 這個我覺得 輸了也沒辦法 對 實力就這樣 對吧 可以了可以了 這個地方真的是沒辦法 插子太多了 這波插太兇了 而且太子所有的兵 大部分都是光頭 插子甩起來 而且這個地方也沒第一時間 把巨箱點掉 而且我告訴你 如果當時在這個地方 太子如果說堅決一點 直接這個框不要了 我就推到那個兵營那邊守 對吧 你過來的時候 我把你兩個巨箱點了 巨箱那邊守 可能結果不一樣 還有一戰的資本 對對對 那要等下一場呢 下一場 什麼 就開始吹牛了他們 小黑肉剛剛下場 應該去上廁所去了 小黑肉跑路了 他們開始吹牛了 嗯 是這樣的呀 贏了就要跑路 我們滿以為 今天的比賽 一個半小時一場 我們可以解除到 早上八點 我看他們現在這個 這個節奏 我估計今天早上十點 解除不了我們這一半 這第一個BO 我就打成這個樣子了 正常 打的有點激烈 倒是真的 打的好看 其實我們也不太困 是 這才第一場 我知道呀 三點半不困是很正常 我知道呀 當你到早上八點鐘的時候 你說不困 早上八點我就困了 其實也不困了 對 我們這次最艱難的 應該是在早上五六點的時候 五六點 最艱難的時候 我們這邊已經有逃兵了 有人已經忍不住 已經回家了 是啦 這種比賽其實 在這種生意啊 其實如果說你一直 那麼激情的在打 在解說的話 我覺得我們八點鐘 就會死在 不會不會不會 大家相信我們也就是第一場 比較亢奮一點 對 當你說到第二場的時候 第三場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就會像死魚一樣 需要選手給我們打一身興奮劑 就選手如果打的比較精彩 就每一場都打的這麼激烈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狀態會好很多 對 如果上來來一場城市化 我估計我們基地就 就炸了 首先選手要給我們打興奮劑 第二 主辦方不要拖時間 你一場打完拖半個鐘頭 我們也死了 心機應該還好 心機的話 準備比較充分一點 對 他們這個地方 場館其實 他們WCS也在這邊做的嘛 然後他們肯定 各方面的東西都了解 對 親車熟路的 這肯定的 如果說我們做比賽 我們有很多聊的東西的 對吧 現場發生了什麼事 選手來了幹了什麼事 那些都有見聞的嘛 總能吹很多東西的 這次好像狗哥這次過去的時候 是穿了雙拖鞋過去的 這麼帥 還涼鞋 我從造型上看到的 這很正常的 你坐飛機 坐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你穿雙涼鞋 不過分的 逃兵 逃兵 我們這邊有個逃兵 幫我們送水來了 這種大半夜的 怎麼能喝可樂呢 喝可樂就是 找死好嗎 這時候 不過聽說 你今天為了 亢奮一點 買了一瓶紅牛是不是 是啊 我已經喝完了 爽不爽 沒什麼感覺 要買那種 紅牛要喝那種 那種什麼藍罐的 哎呀 吃紅牛就是 沒什麼區別的 我們公司天天都喝藍罐的 我都快喝死了 好嗎 我犯太子又不見 小黑爾應該已經回來了 但犯太子跑度了 想一想一下這個時候 作為 這時候其實作為 犯太子來說 他現在要思考的是 在幾盤打完之後 哪些細節沒做好 小黑爾怎麼應對他的 主要是要考慮 不是自己哪些細節沒做好 是對手 防這種套路 其實防得有點好 對 可以換套路打打 他如果下一盤能贏的話 最後一張地圖 要放大招 火線終點 其實可以拼一槍 對 可能要放大招 對吧 他肯定是現在需要去思考 好不容易到了美國 是吧 這種舞台都沒上 可能就要走遠了 這也算舞台了 小舞台 去一次我覺得就可以了 不是他們的目標不是去 犯太子好歹也是 OSO拿過韩國冠軍的選手 這種去一次可以的 這種話應該是對我說的 對吧 我們這些選手呢 如果能夠去一次 那已經很滿足了 幹嘛我曾經去過一次啊 你去過普利扎康嗎 對啊去啊 你去打什麼東西啊 星期一啊 你星期一打的誰嗎 我打的是 RPS Zerg 你那年去了嗎 那年我記得楊家鎮去了 在法國 法國是打的ESWC吧 不是ESWC ESW沒有星期一的啊 你不是ESWC 在法國打的那個Slim嗎 沒有沒有沒有 是那個 Slim我是在武漢REF打的 哦 那是 雙四十二打Rush Slim是武漢REF嗎 對的 哦 你竟然還代表中國去過 你拖了多少關係去 什麼拖了多少關係 那時候 在中國星期間 蛇我騎誰好不好 不是 那我就想問你 11年的IESF 你拖了多少關係去 沒有拖了多少 當時我 相貌出眾對不對 然後 國家體育總局看上你了 對啊 跟國家體育總局 走得也蠻近的 他們 走得蠻近的 是什麼意思 沒有沒有 就是以前接觸過 大家都覺得 能夠交個朋友的這種 是不是 是啊然後就把你派過去了 對啊 因為我覺得我本身形象就好 又正面 又陽光 問題是 實力 雖然他們不知道 但一直覺得我心機的實力還是可以 還可以對吧 然後派你代表中國去參加了這個比賽 然後我記得回來之後 他體育總局的人跟我說我再也不交F91 以後任何大賽再也不要交F91了 不可能 這句話絕對不可能的 我跟他們說 你們真是找錯人了 現在 你上去輸給了希臘人 輸給了台灣人 什麼希臘人 那也輸給台灣人 輸給希臘人啊 軟球沒把你打死呢 軟球 大都會 我還記得那場比賽 有嗎 還有新聞呢 大家現在可以百度 2011年IESF 大家百度一下就百度到了嗎 不不不 是這樣的 那天是這樣的 軟球 他跟我說要退役了 反正 你也沒機會出現 就放他一馬 對不對 那我做個好順水人情吧 對不對 那輸給希臘人是什麼情況 輸給希臘人 真的希臘人打得真是好 你看看 馬血代表IESF過去 世界冠軍 體育總局以後都找他 那是因為馬血有實力 他所有世界上所有妹子裡面 練習最刻苦的人 沒有沒有我怎麼 所以其實就是後面有一件 IEF就馬血去的那一年 就是在之前選選手的時候 體育總局的人就給我打了個電話 就問我的意見 就幾個人裡面就沒你你知道嗎 就沒你 所以我還特別問了一下 我說怎麼沒有孫一鋒啊 然後他們說我再也不叫孫一鋒 你知道嗎 這句話 這句話真的是從他們那裡出來的 這邊比賽開始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來看下一場比賽了 這張地圖比較大 對 我們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地圖來到了仙長峽谷 出生在地圖 下方 五點龍方向是 紅色的使用選手 來自於 CJ戰隊的 小黑了 嗯 這張圖其實也是一張空頭圖啊 嗯 不過這張圖呢 很遠啊這張圖 不過這個圖呢 出生在這個點位 你至少小黑了打一波不好打呀 誒要放戰術了 先氣礦 先氣礦 再贏 這樣的話 VF會非常非常快 嗯 他會不會這一場 他想空頭地雷 被看到了轉了 然後這場又要再投一次 嗯 今天待遇有點好嗎 我覺得晚上解說 待遇有點好嗎 實際上還有 還有漢堡吃啊 各種漢堡可樂什麼都送過來了 哎呀 但沒關係 我們這個比賽繼續啊 比賽犯太子放戰術了 這盤 這盤的 他其實 這張圖放戰術 我覺得也不是很好 這盤圖太遠了 你只有戰術 放出去 有可能就 緩衝的時間比較長嘛 然後有可能就會被對方防阻 而且他也沒探討 他也不知道對面這麼遠 不過對於太子來說 這種時候肯定要搏一槍了 肯定要搏一槍了 再不搏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搏了 這槍搏了 下一場比賽 反正是打一張奇葩圖 沒有 太子已經把全盤計劃都想好了 這盤只要我戰術陰到你 下一盤你就可能無限的去防守我的戰術 對不對 然後我就可以打得稍微的奔放一點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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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 好漂亮 好這一下甩掉是相當關鍵的一下 嗯 感覺是空頭槍兵地雷啊 這VF有點快 他先氣況的 但這個圖太遠了 這個這個點位太遠了 嗯 火車 太子而且還不知道對手的一個點位啊 剛剛農民過來的那個應該大概猜到比較遠的 看到三個機箱其實第一時間看到機箱的話應該還是有所防備的 火車先出去跑一跑 火車先去看一下偵查一下在哪里 小黑友也很穩啊 這個X出去 先走一圈先走一圈 大家都有點虛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碰不到呀感覺 都碰不到 小黑友這個X呢 過去呢 我覺得應該是去看一下太子有沒有二礦的 亮王塔站著看走不走啊 去看二礦 火車直接進去 火車直接進去 這個反正打不到什麼東西啊 有追獵的 哦呦呦呦呦呦呦呦 進去看科技啊看科技 三下才能燒死一個農民 什麼都沒有 算了不要燒了 就就這樣吧 走吧就在裡面跑就好了 對 就繞圈看一下就好了 好一波機箱走出來 直接通空頭地雷 這個有點快啊 小黑友有一個X前面剛剛有個X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 可能應該是被點掉了 嗯 他應該看到對手是沒有二礦的 他應該看到對手是沒有二礦的 現在小黑友防守起來可能是比較好 好防一點 嗯 范太子是直接空頭地雷下去 他要打一個多線 V2也好了呀 V2也好了 他想打一個雙線 就是看能不能炸到農民 這種這種雙線我個人覺得有點風險 保守協同還有點好 有點 這個協同有點好 我跟你說 小黑友不想放大包臺啊 他覺得這個大包臺不能放在這裡 炸了兩個農民 沒問題 沒問題 影響不大 押好了已經 再投就沒什麼意義了 嗯 要切回來 沒有他要投的 樹埋 樹埋 他要拼一槍了嗎 投到死 我這個有點兇啦 樹埋就是往死裡頭啊 小黑友直接一撥 我要讓你樹埋 我覺得我覺得太子危險了 太子走遠了 危險了危險了 太子找不到這個水晶就走遠了 關鍵是 你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打 打這個 打這個地雷其實並不是非常怕 你這種單線的這種 頭一個地雷 你能 你能打幾個農民嗎 說白了就是 你能打幾個嗎 你又換不了家 我現在就三兵 追來直接換你家就完了 這種時候我覺得你是要 哎呀呀 已經開始了已經開始 已經機器了 已經掛了已經掛了 樹埋的想法是很好的 但是呢 使不出來了 感覺小黑友在打完低盤之後 他就打得很乾脆 發現沒有 嗯 這個太針對了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你投地雷的 上一次我記得是誰啊 佛基記你記得嗎 WCS上面被六波打死 就是這樣的 六波就是想好了 出坦克啊 防守呀這時候 這樣的話 至少不死 我覺得 這個樹埋也許會 至少要 可以讓我們看到 樹埋地雷投下去 是什麼感覺啊 看神族有沒有反應 樹埋肯定是那個 肯定是 有點意外的 看到了看到了 這個臉 看到樹埋了 好 我們來看空頭啊 看到空頭了而且 對 現在他反應過來 但沒關係了 這個就 反正 比拖農民嘛 我覺得樹埋地雷 再怎麼都拖不動的 小黑友本來他的特點 就是多線比較強 你這種 你多線再強 你也抵不過樹埋吧 我覺得 來了我看一下 沒有協同啊 單線的一個 沒反應嗎 單線炸了吧 剛才 為什麼不給我們看那邊嗎 不知道 剛才應該炸了 但是沒看到死農民啊 沒死農民啊 問題是 炸了一個椎裂 可能炸了一個椎裂 這個有可能炸了一個椎裂 看下面這兩下 這個OB剛才沒點到啊 下面又投了 OB大哥 大哥 下面投了 下面投了大哥 哎呀 反正也沒死農民 又沒看到 好像被防住了好像是 我剛才應該 下方 下方 下方投了呀 直接被點掉了 四個弄命 還炸去了 下方是兩個地雷啊 兩個地雷 還是炸到了 現在反彈子不停的投了呀 你修地堡都沒用的呀 我投四顆雷下去的話 先下去把水晶先跟你搞了 但現在的問題是 小黑友不開三框 他的防守面積沒那麼大 你就算你各種空投啊 他只要 他只要能夠冷靜的 守住 再守住一波 我覺得 你空投就沒用了 他就要反撲了 你反撲你守不住啊 純粹的這樣的一個投地雷其實 並不是很好用啊 我裝了個茶 各種投 40個地雷 而且這盤我的感覺是 這種不可能被你打掉的 Soya 咦 咦 卡位 這卡住了 咦 咦 不是換 我跟你說不可能被你打掉的 真的是 沒打掉這個坦克的話 那防守也 就看這個 我就就看這個四個數碼 我是覺得 平時我們看到都是 投下去是沒有數碼的地雷啊 但我是覺得太子這一盤 他感 我感覺他的這個頭 空投啊 節奏還是有點慢的 他主要是生的數碼 這個有點 有點管 不能單線要雙線 對 你一下投八顆地雷下去 對吧 我還不信你拖得過來 數碼呢 投八顆然後再配合正面給壓力 那不是家裡面直接開花了 是啊 我就不信你能 你能反應的過來 雙線 你至少要被炸一框都明白 這四顆雷下去 真的有點嚇人 沒敢投往回跑了 他要等 他要等 他要等多線 他要前面給你壓力之後再投 這個叫鞋童 他這次協同的話 如果正常情況下 應該至少能夠取得 十個農民左右的一個收穫 哎 這張圖他這樣打還真蠻有道理的 又遠 對 對吧 我又生到數碼 又出不了門 我就一直不停的投 而且中間有個亮望塔 如果看到你要打我一波 我就直接換家 他都想好了 又是換家 他這張圖是應該這樣打 小黑尔開三框 你好你開三框是吧 開三框你的防守面就大了 所以投成屎 開三框 他為什麼往這邊 不應該往主框那邊投嗎 他估計想去牽制三級地 小黑尔也看到三級地 小黑尔現在 就是因為在這張地圖上太大 所以他也沒辦法 好要投了 我估計要投了 你放這個位置 好先去打三框 先把你勾走 然後再投二框 非常聰明 好先勾一下 二級地 十六個 十八個 十八個 完全沒反應啊 這招果然 果然兇 不過話又說回來 你投了這一波 你就不給我活路 我要去打你一波 我要打你一波 這時候 我家裡沒有坦克 又要投嗎 這坦克 一個坦克 現在已經無關緊要了 這時候 我不管怎麼說 我至少把你三框給打爆吧 這種就是 飯太子每次都不給人活路 很不爽 你怎麼這個時候 殺了十八個農民 我不幹死你這派 看這裡是不是素頭頭臉 直接掉臉 有那麼多光頭 我感覺上面全是地雷啊 這個 是不是頭臉的地雷啊 對的 有素霾的這個地雷 直接如果頭下去炸了的話 穩一點三框打爆 三框走 對不對 再回去運營 只要三框打爆 其實大家還能做朋友的 對吧 能做嗎 能做 我看小柯弄死他啊 飯蛋不要跟你做朋友啊 上面全是雷我估計 是雷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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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地雷 點 能不能炸下來 炸 一個都沒有炸出來 尷尬了 尷尬了 尷尬了尷尬了 這個立場 我告訴你這個立場一放 然後追列一退點 這個操作太好了 那這樣的話正面有點打不過呀 炸下來了 這場比賽的確是有可能會贏 對吧 一個都沒炸出來 你十顆雷呀 對於是 那只能換家了呀 又換家了 這換家也輸了 這個出手太晚了 別人已經把你打 打得已經 內臟出血了 你才跑過去打別人 太晚了這時候 這個真的是最後決戰這一下 小黑友操作太晚了 這個是小黑友操作好 並不是飯太子有問題 其實為什麼我們說 如果沒放這波立場 他的追列肯定要跟光頭在鋼 對 這時候地雷就炸得出來了 你就像追列 追列跳回去 那你的巨像可能就 直接全倒了 對 這樣你投下來 其實意義已經不大了 你投好了呀 我無所謂的 你投好了 雖然這波部隊呢 還是有點厚 哎呀回塵 回塵被疊的兩個巨像 直接打 直接打 兩個巨像點掉 但是三個巨像 四個巨像 但是正面 只要吃掉你的主力就好了 好了全倒 全倒全倒全倒 雞雞三比雞 還是小黑肉強啊 嗯 還好沒有出什麼意外 不可能出意外的 好吧 我們